大家好 大家旁边住的是我的老大哥 也是我的老师 不敢当 我们认识多少年以前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真好 第35年头 真好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像 今天的我还没有像 那么大是吧 还没有你当年那么大 你当年在40多是吧 45 比我还年轻很多 但是那个时候老年 已经是局级干部了 算是吧 你认识我是 行李百姓 大好前途 就是由于自己的个人的理想 或者是当时候 中国发生最重要的事情 他就自毁虔诚 但是自毁虔诚 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 否则的话 我就可能没办法认识你了 七年头二 可能就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读者 就不可能读到明镜出版社 我们这么多年来 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我们当然有很多都是很重要 但是 您先生这一本 《进去中走步》吧 《进去中走步》 好像名字还是我指的 听起的 我原来就是十五个字的 太长了 标题长 真棒 这个书基本上成为 中国的官员 就是逼看的书之一 当然你级别没有达到一定程度 也不需要看 因为中走步管理的官员 是需要一定的级别 省部级 省部级 局级你们就不管了 不管 那当时候中走步的时候 你是局级干部 你还可以管部级干部 我当时在中走步还是处级干部 是吧 耗了在身上 我们叫萝卜水晓掌在身上了 建官大与集 我记得是好像你们中走步是 每一个什么部门就分管几个省 还是一个部门管管一个省 我们就是这个有地方局 管这个当时是说29个省市治治区吧 然后党政局管党中央那些 党中央那些部门 然后经济局管经济部门 我们青年干部就是后成立的 专门管第三级队 就是省部级的后备干部 对 你们青干局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构了 没有了 是不是简单的说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所谓青干局当时 主要是管理第三级队 对 是的吧 就是后备干部吧 对 所以你这个后来感觉的是不是每一次 我不知道你还看不看新闻联播 早些年是不是一打开新闻联播 看什么党这样开会啊 是不是很多都是你们所提拔的 或者考察的这个官员 当时那个他们讲了 这个常委里除了王岐山 不是我们考察之外 其他当时是七个常委之后 六个是我们的上一届 为什么王岐山不考察啊 因为王岐山当时还是处一名干部 OK 那个时候习近平也不在你们考察之内 不在我们政治的考察之内 但是我去了 我这个书上写了三特书 OK 关于习近平先生我们的故事放到后面讲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过去几年 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了 但是发生的事情很多 那么我经常发现你在北京组织各种互动 签名 我有点提心吊胆 我说我这个老哥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事情呢 但是我们之间没零路 因为我基本上不跟中国大陆灵灵 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些事情不大安全 或者不大方便 但是我心里面老是在讲 哎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互动啊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也不好跟海外联系 但我知道海外一些朋友们都很关心我的安慰 对啊对啊 但我呢叫革命理想是次要的 安全是第一位的 那么其中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 如果没有你做啊 没有你指持啊 也许呢就是情况是另一马事情 其实当时如果站在新闻的角度来讲 我谁是可以找你 对吧 比如说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去世 都是你在张罗的 对 是他们大家委托我组织主持那个葬礼 你能不能把这个情况再重新讲一下 就是说这样一个中共历史上 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 海外这么关心 全世界的关心 怎么一个处理过程 有没有什么压力 有没有人给你管啊 尼华啊 你要管好啊 如果你处理不好 我们找你算账 有没有人找你 有压力很大 是吧 什么部门啊 不方便讲 方便讲 讲 就是公安系统的国保 就是原来公安系统的一局一处 就是内部保安 对 后来变成国保总队 国保支队了 就是他们担管这个 他们主要是担心什么 他们任务所在 就管理我们这些人 不是 他是邀请你什么 直接找你谈话 直接找你喝咖啡 直接找你喝茶 我18年 17年 在你们出的书之后 18年1月回国了 我比较早就说了 我是叶不落归宿 他们不理解 后来明白了 你把过去想叶不落归根 或者死了骨灰回去 或者很老了回想老 我是叶不落归宿在树上 后面有一句 中国有句话叫 树亦静而风不止 我是风亦静而树不止 本来想老实的 但回去之后 觉得很多情况不得不说 1月份回去 2月份就修线 不想说 但是最后一分钟 那天晚上12点 11点59我只好说了 修线我是反对的 贵党的事情我不能管了 但是我还是公民 回到赵子洋的事情 就是我这本书也写了 因为在流亡的事情 我跟赵耳俊关系很一起 对 你们一起是在法国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他们三个人 其实是我家里 哦 是吧 他去新加坡 因为我把他引荐给吴庆睿的 然后这么去的 赵耳俊现在人在哪里 在广东 在广东 对 赵大俊好像也是在广东 嗯 他们 咱们说吧 这个 讲多了就是 赵子洋 这个 就要决定辞职之后 家里开家庭会议 家里支持他 嗯 他是求人得人吧 对 所以他辞职之后 六岁后 咱们可以 从知道看到 只有小六 妞妞 王艳南 陪着父亲 对 在家里 四个 他是有五个孩子嘛 三个孩子是夭折了 就是大军二军 四军五军 都在海外 我在海外见过他们 对 他们都不能回去 对 但是赵紫阳的这个长生日啊 嗯 赵大俊的生日啊 我们很熟 还有他的 哎呀 长媳妇都人都非常好 好啊 而且非常成功 对啊 我看到好像是 我们报道 这是尹报导 对 可能你 你总是八年之比的 是不是 哈哈 不是我这高八年啊 采访的 我们都非常熟啊 但是但是我都是习惯于 跟很多朋友私下打交道的时候 我都不不写任何文字 你都知道的 对啊 不写任何文字有一个好处 就是别人都愿意跟你讲 对 哈哈 所以我们真正写的时候 是高高年先生写啊 对 于是私底下我们做很多的交道 你也知道吗 在在 其实不仅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 很多的事情都是私底下 可以放开了 我想问一下 今天这个 是我回国之后放 还是我在美国之后放 回国之后放 那好 对 所以 那就可以讲了 我这次来呢 这个 七年前吧 你们帮我出第一本书 我现在写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的总统内容 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我们现在不讲 我只说一句话 要有说内容 大约在时间前我给你讲了 但是你一直没 对外什么都没说 对 很可怕 就干了你的话 你知道很多事情你不说 所以大家愿意跟你说 也敢跟你说 对 假如是个大嘴巴 对吧 或者你的职业是喇叭话 你职业就是 那谁敢跟你说呢 对啊 所以有时候做新闻 我的职业是新闻 但是谁是要知道 有些事情不能把它变成新闻 对啊 有些事情 那我们回顾一下 讲赵阳总书记 这个 你是怎么知道他去世的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你能不能再回顾一下 他去世的时候 我当时在美国 然后在2015年我回去之后 这个赵尔军就把我引到临堂去了 对 我就看到那个对联了 对 做你的孩子 我们一生的荣幸 对吧 你的决定我们一直支持 那个意思 当时我就很感动 当时给我了这个卡片 我抄下来 对 确实求仁得仁求仪得意吧 对 之后 对吧 咱们说一下 另外一位总数据 检讨了 他的家属都很好 甚至还升官了 对吧 他们也是我朋友 对吧 他们你看 四个孩子都不能回国 嗯 结果咱们看那个 罗耀刚的书想了 到想去世之后 一开始谈判 跟中办谈那个怎么处理后事的时候 是王艳南跟他的丈夫一块谈 第二次赵尔军才能见面 假如赵尔军在的话 肯定应该是他主持事情的 但是 只是赵紫阳去世之后 他才能够公开回国 嗯 对吧 咱们还有一个问题 考虑一下 高贊家庭 谁能介绍秘书 实际上就是家里的发言权 对吧 陈云呢 陈云呢 是陈云儿 他的朋友朱家木 作为秘书 对吧 这个子杨这儿 他这个秘书 这个李香炉 是吧 是在湖北 这个 二军在当兵 他们的朋友 哦 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对 都是湖北的认识 李香炉在新加坡你在吗 在 他去的 我去的是在一段 他后来走了 嗯 他现在人在哪里 他现在国内在北京 哦 哎呀 这样一个本来在政治上 很有前头的一个人 很有趣的 而且他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不太讲话 就是六四之后有很多机会 他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名人 对对对 对吧 他这是真正的 赵紫阳很 很直接的一个 对 嗯 但是他很低调 很低调 嗯 现在可以透露一下 嗯 在新加坡 我这个 这是谁啊 香炉 香炉 离开了又回去了 那是杨博二军 还有几位困内的这个 这个 人王的外民人士 我们曾经考虑过 是不是推荐香炉 这面棋子 因为当时 对对对 我也有这么有所爱问 对 所以文博说我们讲的那样 但是香炉一直推迟 嗯 我们觉得香炉事变其实至于对吧 像美国读政理学博士 也跟那个洛克菲若 对吧 也跟那个 那个 哎 脑子不好了 那个 基金会那个 就是中国说他要颠覆那个 对 索罗斯 索罗斯 不好意思 我是老原时代的 都关系很密切 所以这样 并且呢 六四以后也没有这个 反动言语 对吧 所以但是他一直低调 嗯 你觉得他的低调是为什么 职业习惯 还是个人的品行 嗯 两个人都有吧 他个人本身 就不是像我这么张扬的人 哈哈 对吧 另外呢 他职业是 赵紫阳了之后 你看现在 刘悠冈那边 这个 比方前段讲了 他 介绍很多这个 年轻的这个 所谓年轻柴剧嘛 改革的 介绍赵紫阳 赵紫阳每次 出去坐飞机也好 坐好车 真没找他们谈 嗯 嗯 但是呢 其实 很多 外面并不太知道 嗯 是 这个 以后有机会 希望能够认识这个 这个李小柳 看有没有机会 讲一讲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他已经写了书吧 嗯 他不太写东西 但是 他偶尔一写分量很重 比如他 纪念 这个赵紫阳的文章 就写得很好 嗯 怎么到赵紫阳的去 对吧 怎么不愿意去 比方说就要你不愿意来的人 就是他这个过程 嗯 好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 赵紫阳先生去世之后 很长时间 他的骨灰放在家里面 放在家里面 他们家是已经服役帮助的家嘛 对 对 你去的时候还有没有警卫啊 有警卫 嗯 一直有他们三级院吧 三级小院吧 嗯 第一级院 有一个班的警卫 嗯 就是解放军 嗯 当然也换了 我这个林永元去到这个去年 他们搬出来 对吧 是武警还是解放军 解放军 就是正规军的 正规的 就是解放军 对 因为达到一定级别之后 就是正规的解放军 就是所谓的 比如说中央警卫职 对 那就是正规军 如果是第一点的级别就是武警了 对 比如我们那个 组织部也好 我在北京市工作的时候 门口看大门的都是武警 对 但是他们的都是中办派来的 嗯 嗯 因为他们交涉摄影的中办 中办就是警卫局嘛 嗯 当时候赵家找你来处理这个事情 是不是跟你 跟中办很熟有关系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一点关系没有 我因为19年 我19年 我这个你们的网上可以查到 19年6月份 本来要 因为我是半年 维持绿卡嘛 原来一年 后来救援以后 是半年更好一些 嗯 我把6月34号机票要出来 就出境就被限制了 嗯 边控了 边控了 然后我的呼吸道往那个边线一放 就是响了 中卫就请了别的商校出来 宣布 嗯 根据国家的规定 你出国啊 对国家安全不利 嗯 我说绿卡呀 理论上我是 在国外工作生活的 我是回国探亲的旅游来的 嗯 我那在内我对你不利啊 啊 你有绿卡 那我是怎么 你找变形式官局去吧 就这样 嗯 他们也是一个乌龙 所以 很多边控的人 第一 不讲为什么 第二 也没有期限 嗯 因为他们有些人是不知道了 怕再被卡到香港什么 你这游试试 让出了 再赶到欧美 让出这还没解禁 嗯 我这个就讲了 嗯 一个是你 这个六四三中年时候 你跟清华你们搞了一个 百群万民导演活动 这是你 第二 清华孝信的时候 你在人搞抗争 就是抗争 抗议学校处分虚亚润 其实呢 需要你搞活动 嗯 第三 啊 一本书 因为我在武汉记者间 做了见面会 书不够 他们想要 我又给借了四十本去 给我问的书 哪来的 我说我自己的支撰 我自己印了点 不收费送起 我自己支撰嘛 嗯 这三个事你是因此 不信出境 但现在 你绿卡嘛 还是要你出境的 我当时也说了 你不答复我 我就束住媒体 束住大使馆 因为美国居民 他们说绿卡的事情 使官可以过游一下 既然你不是公民 但是你属于居民嘛 嗯 那他们还是大发善行 让你走了 不让走的 我说了三个工作日 你不答复我 我就束住媒体 同时束住高美国使馆 并且我也跟那个律师 比如 莫绍平 这个律师 嗯 他们都是给严历 对吧 给各种艺人 是把严历去给电护的 一开始也给这个 杨空军 给严历去电护的 啊 这个西域 啊 这个 所以他们就唤醒了 我也跟他们联系了 我不是要提示他们 嗯 嗯 我这个 嗯 好 那就是后来演绎出来了 就是 这个七月份 我半个月回来了 嗯 然后我回的时候答应 我说我十月份要回去 买方法比特 你要不让我回国 我就不走了 嗯 他们答应回来 因此十月份我就回来了 嗯 回来之后 嗯 就跟二人联系了 二人就说 原来讲了 他们去世之后 后来就想让他发我山 他们不愿意放 嗯 然后这个中共方面 希望他们到 河南华县 他们说 一个比较远 他们亲属啊 这个都在北京嘛 还有一个 要放地方 就把地方就是 就大兴土木 反而不好 嗯 于是这几年不断谈判 就达人在北京 北京明天局面 选了一个地方 他们一看的地方 一条小路 一个桥 到那时候又说 啊 路这个 不行了 桥要修 就封口他们就没同意 最后 这种回忆之后 那是十月十四号 嗯 他 我到了二人 二人自己家里 没到六号 因为这事情 怕六号不方便 到小家里 他等于小家 嗯 就谈这事情了 最后同意了 在北京 北面远郊 昌平区的 啊 这个 平民的墓园里 嗯 我看录像 他们也买这个 就弄好试碑 然后也查起了 地方 宣好了 嗯 他们说 十月十七号 是他百年的明寿吧 嗯 在家里搞搞别事 十月十八号 就在这个 昌明这个 寿园里 就是安葬 嗯 十点 十二点到两点 他们家属就埋葬 嗯 然后两点之后 就是找一些亲友 去这个一块 这个仪式 嗯 就让我 可以找那么 七八十人吧 嗯 嗯 然后 就处理活动 我回来之后呢 就当时有个bats app 我有bats app 通知所有的外媒 因为当时 这些人 过那些活动 美国之军 香港的 法广 各种 对吧 这个日本的 还是可以啊 嗯 同时我在这个 微信上 说了 就是私信给 一些朋友们 啊 十月 十八号 十二点 在昌平 饭馆 老二 请大家吃饭 请大家塑装去 就发了 一百个左右 有人就明白 就来了 有人不明白 啊 哪个老二 是不是笨老二啊 对吧 曼里亚儿子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也知道 然后有 有些人呢 王老爷也出事了 啊 是吗 对啊 你都不知道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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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因为上一次我们 口音不好 是不是不好 那我们当时你一起见了嘛 这个挺好的 对 我记得好像在这个许章 许家庭葬礼上他来了 对 他来了 我们两个人聊了一下 聊了一下他们媒体拍了我跟他的照片 你要得知道我们认识 对 我跟你讲嘛 我一起咱们一会儿参加的 我爱特别的给人拍 一直拍这个铃鸡的 是吧 对 点不欢迎订阅 这学 continu一会儿修到一段时间 你不想连 也可以